输入蓝语两个字搜寻地井地名 清楚地可以看见用了马天一的足语地名 蓝语环岛公路旁处理不少自然景观 也是旅客前来蓝语朝圣之一 不过很多地井地名却都是实用官方中文名称 现在有了再地名称 主任说可以附证传统地名 这样的传统名字变成可以保存下来 我们藉由这样网络的平台附证 整个对原本就有的名字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往蓝岛部落的路上 路旁被看见漆上摆设油漆的大石头 石头上有龙马拼音书写的在地竹名 近几年蓝岛部落积极地将地井地名 恢复传统名称 蓝岛社区发展协会前理事长说 希望蓝语全岛可以恢复使用传统地名 蓝语整个地区全乡的地井地名 其实应该要恢复 因为今天回复地井地名 不单单只有地井地名的回复 它可以延伸出你整个物种 你整个日常用品的回复到原来的名字 我们期望说工部门这个部分 也能够一起跟我们一起努力 族人说部落地名有自己命名 是建立部落的自主权 达到部落将地井地名恢复传统地名 除了沿海区域外 未来也会往深山进行标示传统地名 并且期望在地机关一起为蓝语传统地井地名努力 记者下马尼克大圣台东来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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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